《再晴朗的一天出發》 早上,麥音三月九分 今個早上我們關注香港成為內地 提醒我們來香港旅遊要很小心地 發出了外遊警示的一個地點 有旅遊業界立法會員謝偉俊 以及內地入境團導遊公會主席謝北港 謝主席剛才說到,導遊都有點怒吵 譬如說,剛才跟Paul聊天 一團人,十多到三十人都有 當除20人,20人 20人沒理由只是來購物 只是來購物洗鬼來帶嗎? 一團人一天,大概花多少錢? 才有錢賺? 謝主席,你快點介紹一下 先讓他開那個店 約多少錢? 20人團 20人團,大概每個花一千多元 每個花一千多元? 平均來計算 二萬零元開始有機會回本 還有少錢賺 沒錯 那你回的百分比有多少? 你說當然是導遊 平均來說是百分之五 即是如果那早上去買東西吃飯前 當20人團做了一千萬 即是兩萬元生意 就拿回一千元那早 如果上下午都有購物 就拿回兩千元一天 不行啊,沒那麼無量 那不整天只是購物嗎? 你猜有沒有那麼無量呢? 那譬如我們的黃金領隊 叫阿珍 阿珍你認不認識他呢? 見過見過 還有周不時帶團都認識 但是不認識 他的人是不是這麼辣? 小小辣 小小辣 那阿珍一個月帶到多少團? 幾乎有上班還是... 我自己估計他大概是一個月十零團左右 嘩 一定有的 一個月十零團 那你當你兩天團出來又要開工? 那還要有時可能要跳團 是嗎? 有機會的 旺季那時候要跳團 跳團即是一日之內走兩團 都有機會的 有機會 這樣的話 那他就... 我當吧 我當半日購物 半日真的觀光 每日達標 大概每日賺一千多元 每日賺一千多元 那一個月當日開工都只有三四萬 三四萬一個月 那如果有機會跳團 就可能去到四五萬 那如果是這樣說 有底薪是否有好處呢? 謝主席 一點都沒有好處 即是你不贊成有底薪的? 為甚麼呢? 見仁見智 我自己本身就不願意有底薪 有底薪的制度 就變成會有一個束縛 而且這行我們做到任 由始至終都是自由自在 那我可以不開工都可以 如果有底薪之後 那可能呢 我猜大部份的導入 不是願意 那就是老闆呢? 正因如此 即老闆都不願 就不是說 好像有一些 我們立法的同事說 你旅遊界 因為沒有底薪 或者不夠了些工資 所以你不贊成了些工資 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 而現在老闆和員工 其實都不覺得 那些工資 現在這種方法 按時計數 是適合旅遊界 就是僱傭雙方都不贊成 都不贊成 他們覺得如果一個月 有最低工資保障 OK 但是逐個小時這樣計 根本就不可以計得出來 而剛才謝主席說了 你叫員工肯最低工資 他們都不用 因為他們不想束縛 不單是說 他們不想跟某一間旅行社 一個僱主的僱傭關係 導致他們不可以接其他公司的團 更加重要 他們就是有時候 你不需要上班 他們不需要回去坐著報道 所以他們習慣了一種生涯 就是自由工 自由工 沒錯 還有一個最重點就是 假設 如果給你一個薪金 那小費 那個服務費 歸公司還是歸你 現在我們動成 這個服務費 已經是我們的薪金 是 你20個人 比如假設20個人的人頭 如果有50元 一個團 25元都有1000元 那你帶10團 平均我們動的20個 都是一個最低的工資 這個變成他們的底薪 咦 這樣說下去 如果能夠好像阿珍 這麼努力 上午帶一團購物團 找千鬆些蚊 又有小費1000元 哇 用6萬元左右 每個月 但現在的小費 不是給足 不是所有的導遊都有6、7萬的 即是做得好的 是 一定是做得好的 當然 人家不買東西 他這樣罵人 好不好 很明顯才知道不好 當然你如果做出的成績 又好 又有辦法 除了成績好之外 賺多些錢之外 跟著 你又有一份小費 又多些 但現在的小費 不能拿回50元 拿足50元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就拿不足 因為 以經營困難為理由 有些扣多 即是扣起30元 這樣 所謂扣是暫時不出 不是說拿了你的 是嗎 這件事是不同 為甚麼呢 每間公司都不同 據我所知 但也有些公司 到現在都沒有扣到導遊的小費 也有 類似像現在的 曾根根根公司 我聽說 都沒有 主席 我想問 這次爆發了這件事 你覺得 真是好 行業裡有些不良分子 撤出來就最適合了 還是 其實是弊的 其實大家都用這個方法來搞 你在搞 整個行業 弊 是怎樣呢 我覺得是好事 好像球賽一樣 球賽 不是球賽 雖然都是球賽 球賽 這個球賽 同樣有不確定的因素 有球證的錯誤 有球員的雲規 有人吹黑秀 現在有高科技 為何遲遲都不用高科技來幫助球證呢 很多因素存在才會刺激 即是今次有高科技拍下了導遊 怎麼會這樣說 譬如有多少個阿珍呢 阿珍來說都是小部份 都是小部份 小成怎樣呢 其實這些行業裡應該知道 大概呢 大概 十幾個都應該有 八百至幾 十幾個 不知道你實際上從業員有多少 千多個從業員 千多個從業員 其中有十幾個 有新聞之一 是一種叫做伯腳 專門為他們很多團帶的人 做頭做尾 那實際上佔多少 譬如這些不良分子 你覺得 小數 小成怎樣呢 十個裡面有多少個 香港還有多少阿珍呢 十個 我看有一個左右 那也有一成 一成是阿珍 有的 有的 那不是阿珍 那麼離譜 即是六萬多團一年來 香港的這些團 有一成是劏著客人 我要問鄭偉俊 如果是這樣 公開